政府公布重新推出的 西九文娛藝術區計劃諮詢文件 建議駐積190億起文化設施 商場用地就撥給西九管理局收租 將來用財政自給自足的方式 營運文娛藝術區 先由郭榮家講一下文件的內容 沒有了天蓬的西九 40公頃的土地 過半是休息用地 核心文化設施包括15個表演場地 一個大型博物館和一個展覽中心 建議分量期興建 一共佔總樓面面積3成6 其餘樓面面積 酒店商長縮減了 辦公室增加了 住宅就佔兩成 政府準備先一筆過注資大約190億 來興建文化和零售設施 不過長遠46年的營運 估計有赤字67億 政府建議 將零售飲食和娛樂用地 撥給西九管理局收租 作為經常性收入 足夠平衡預算 這個數字應該是相當可靠的數字 應該是不存在 假設如果是將來虧蝕 會不會需要注資的問題 是今次的建議 博物館面積縮減3成 以增加賣地收入 政府保守估計 賣地可以收回189億 土地在完成規劃後 會按市場現有的程序拍賣 和民喻計劃分開處理 負責發展和營運的西九管理局 政府會委任公職人員為董事會成員 但沒有詳細交代他的組成 無線電視機 記者郭詠嘉報道 政府強調西九計劃是文化項目 和賣地無關 但有策略師估計 政府可以提高賣地股價 增加營運西九的資金 郭詠琴報道 西九計劃重新出台 作為藝術工作者的尖穗文 認為政府對文言藝術比之前重視 將來西九的表演場地 由百多個座位到過萬個座位都有 他說可以嘗試給劇團營運劇院 不用政府補貼 一些藝術比較能夠有一個市場效應 相對地它就可以有一個自負盈規的形式 政府其中一個願景 就是希望將西九發展成為一個有優質文化 旅遊和娛樂的綜合文化藝術區 可以吸引到本地和世界各地的遊客來這裡 但是女法局認為酒店的配套設施不夠 政府是應該再看看 到時候有這麼多個表演場所 如果整個區內只有兩間酒店加上一千間房 設施可能不夠 有策糧師就認為政府低估了賣地收入 三千多元一平方呎的樓面呎價 如果以那個區來說 應該就算是保守的了 除非有特別的建築限制 或者是有些很複雜的工程 要扔著一齊來做 要不然就應該賣到五千元一呎 他認為如果賣地收入好 西九的營運資金亦都可以增加 無線電視記者在郭永琴報導 如果賣地形勾工心 histó而別的樣子